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大家早安 在这美好的早晨 不管你身在何处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身 跟着我们的敬拜团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全能上帝是我的主 我的神 在祂没有什么难成的时 垂听我们一切祈求 保守我们所有思想 加添我们力量和我们的盼望 心事上的是我的主 我的神 祂全然改变我所有的烦恼苦痛 曾经不可能成为可能 曾经是你人如今复活 谁也不能胜过 却能住上帝 依然神服神的话语 交往灑在水深之处 你看祂今日为你成就和灯 为大事物 依然神服神的话语 交往灑在水深之处 请靠主耶稳 祂能健康 祂全能上帝是我的主 我的神 在祂没有什么难成的事 谁听我们一切祈求 保守我们所有思想 教天我们力量和我们的盼望 心事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神 祂却让改变我所有的烦恼苦痛 曾经不可能成为可能 曾经死的人如今复活 谁也不能胜过全能属上帝 依然顺服神的话语 将往他在水深之处 离开他今日为你拯救 可得伟大的事物 依然顺服神的话语 将往他在水深之处 心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 依然顺服神的话语 将往他在水深之处 离开他今日为你成就 可得伟大的事物 依然顺服神的话语 将往他在水深之处 心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 用姐妹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宣告而且相信我们在今天的导臣当中 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是的我们愿顺服你的话语 将我们的信心撒在那水深之处 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就开心来赞美 靠身来祷告 主啊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 主啊是的我们带着信心来撒走 我们带着信心来撒网 在这新的岗层里面 主啊我们带着你的信心的话语 撒水撒中在这个信心的地方 主啊是的帮助我们 不仅相信一个是们的话语 主我们相信在你凡事都能做 在你凡事都能做 因为主我们相信 靠着你我们就能够还真心 在你凡事都能够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赞美你也说我们谢谢你 谢谢主我们赞美你 主啊是的我们要来顺服你的话语 依然顺服神的话语 将往擦在水深之处 你看他近日为你拯救的灯 为他的事物 依然顺服神的话语 将往擦在星星之处 心靠主耶稣在他排斥 心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 心靠主耶稣在他凡事都能 主我们赞美你 信靠你我们凡事都能做 主我们带着信心来撒种 我们带着信心来走这新的一天 主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相信 当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的里面的时候 主啊每一件事情 我们就能走在神的心的里面 带领我们在这新的一天里面 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标杆 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中心 带领我们走这新的一天 赞美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亲爱的兄姐妹 上帝给我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恩典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 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恩典 这个恩典可能是神特别给你的恩赐 就是你有别人没有的 这个恩典可能是神透过家庭的环境 与生俱来透过原生家庭所给你 你没有办法选择的爸爸妈妈家族环境 那是恩典 你知道吗 这些恩典 有时候却反过来会成为挟支我们 怎么说呢 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恩典 我们所拥有的 反过来去看别人所没有 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呢 可能我们是一个刚强的人 我们看到软弱的人 我们就会说 你为什么软弱呢 如果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 这个恩典可能是信心 你可能会看到没有信心的人 我们就为他觉得 为什么这么软弱 你没有信心呢 好不好弟兄姐妹 我们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求上帝光照我们 祂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恩典怎么样带出恩典的结果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这个恩典 不会只放在我们的身上 让这个恩典能够成为 上帝工作的一个导管 让这个恩典不是被拥有 才呈现他的价值 让这个恩典在分享中 在彼此扶持当中 呈现出他的价值 好不好 为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向他献上感恩 主我谢谢 给我们非常多 给你的福人很多 从里面来 很多 主要我知道你给我的 当你给我的这些 我如果没有警醒 我非常容易 能够将你给我的恩典 垄断而成为我有 我就很快地会从我有的 来论断别人 太简直了 主你赦免我 让我学习在你的恩典中谦卑 让我学习在你的恩典中 想让我学习在你的恩典中 为荣耀 谢谢主 谢谢主 祝我们在每一天 荣耀我们领导别人的身上 也成为祝福的主 谢谢主 祢给我每一个人 不同的恩典 可能是我们的健康 可能是我们的恩赐 可能是我们的才干 社会地位 经济条件 这都是祢的恩典 主要求祢给我们 祢的眼光 明白祢为什么 给我这个恩典 也让我知道 如何用这个 祢给我的恩典 来彼此成全 在福音的工作上 在天赋祢的国度里 彼此连结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好让这个恩典 真真实实地 成为别人的祝福 同心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听众姐妹 我们在今天要一起思想 上帝给了犹太人 什么样的恩典 我们来看在罗马书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 我现在要读 从第一节 读到第八节的经文 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一节 神的话这样说 这样说来 犹太人有什么长处 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 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 这有何方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 不如说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谎的 如经上所记 你责备人的时候 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 可以得胜 我解照着人的长话说 我们的不义 若显出神的义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降怒 是他不义吗 断乎不是 若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是真实 因果的虚谎 越发显出 他的荣耀 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 好像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 以成善呢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 说我们有这话 这等人定罪 是该当的 弟兄姐妹 在这一段 罗马书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 其实是整卷罗马书 出了名 几段 不容易解释的经文 因为在保罗 非常短的辩论题材里头 我们好像看到 有一群犹太人 他们会以神 给他们有的恩典 跟条件 用以此作为基础 来跟上帝 到底上帝 给犹太人 有的长处 是什么呢 为什么犹太人 会以上帝 给他们的 反过来 要跟上帝辩论 要跟保罗 所传扬的 基督教辩论 我们在这个地方 看到第三章的 第一节 非常清楚 第一节到第二节 告诉我们 他说 这样说来 犹太人有什么长处 割离有什么好处 原来对犹太人来说 种族 民族这个概念 是一个长处 第二个 割离也是 他们从亚伯兰 一路传承下来的 觉得这是我们有 别人没有的记号 第二节说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 是神的什么交托他们 经文没有说 是神把割离交给他们 经文也不是说 神把一栋 圣殿建筑的蓝图 交给他们 不是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把祂的话 交托给他们 对犹太人来说 神的话 已经成为他们手中 可以感觉 与众不同的工具 他们并不真明白 上帝的话语 那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反正有神的话就好了 神的话拿来做什么 神的话拿来让我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觉得别人 没有摩西五金 觉得别人不懂得 守安息日 觉得别人不懂 所以要把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它破坏安息日 它没有我们懂安息日 你发现这些 觉得明白神的话 看起来以为是 甚至觉得自己在 实践神的话 这一群犹太人来说 他们不完全明白 上帝将话语给他们 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就像是一开始我们的祷告 我们会向神献上感恩 因为祂给我们恩典 但如果你或我一不小心 我们会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成了我们骄傲的来源 犹太人就是这样 神给他们有祂的话 那是一个恩典 但不应当以恩典为骄傲 神给我每一个人不同的恩典 比如说神给我的恩典是 在祂的话语当中 神给我教导的恩典 但是这个教导的恩典 如果我没有认定它是一个恩典 我可能就会用这个恩典 来觉得别人 为什么你准备一个奖章 我准备那么久 为什么讲到表现出来的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就开始有很多的严厉 有很多的分析 却不明白 我所站的地方 与我的能力 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神的恩典 如果人不明白 这个东西出于神的恩典 人就会用这个恩典 当成骄傲的基础 甚至是攻击 论断别人的基础 这是犹太人遇到的困境 这是犹太人遇到的困境 神给我许多 在神学装备的恩典 当我去到了幕会的现场 我发现 有一段阶段 我常常会因为有这个恩典 而很快地看见别人的软弱 我总是非常地清楚看见 谁在哪里不对 谁在哪里想错了 谁在哪里在教义上有偏差 谁在哪里怎么样 所拥有的这些 很快地会让我周围的人 觉得有压力 会让我周围的人觉得 哇 这个牧师好犀利 这个牧师很尖锐 这个牧师好像 看什么东西都很准 说得都对 可是好像太对了一点 你会发现这些恩典 可能让我周围的人 没有从这个恩典觉得满足 而我也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而忧伤 而生气 而愤怒 弟兄姐妹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目的不是要用我拥有的 来显出别人没有 上帝给我们恩典的目的 是要用神所给我们的 来服侍人 而这个过程通常是 从先拥有的人开始被修剪 从先拥有的人开始被熬练 神若把他的恩典给我们 我们应当思想 这就是我们的灵性操练 神既把这个恩典给我们 我们就需要配得这个恩典 但人始终是不配得的 怎么办 我们要被修剪 我们的生命要一直被修剪到 能够与这个恩典 越来越配合起来 谁修剪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乃是上帝 他要亲自工作在我们当中 你发现犹太人 因为过于看重 在历史当中所拥有的身份 以至于忘记了 这个身份是用来服侍列邦的 这个身份应当是用来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并在外邦当中 万国当中宣扬上帝 但他们宣扬的 已经成为自己 宣扬的焦点已经是自己 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他让我们看见 一旦人不真的明白 神给我们他话语的目的 我们会用神的话语 来跟上帝辩论 会用神的恩典 来跟上帝强辩 以显出自己是有道理的 感谢主保罗的头脑是很清楚的 他告诉我们说不能 他说第三节 即便有不信的人不相信 这又怎么样呢 难道因为他们的不相信 就废掉神的信吗 对我前面在这一节里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保罗开始要带入另外一个主题了 人常常用自己 信心是自己 是我出发 我决定我要用什么态度面对 然而另外一个信 希腊文同一个信 他的主词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信指的是人 犹太人的信 我决定用什么样的信心 用我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 但另外一个信是神的信 我们翻译成神的信是 是上帝的工作 弟兄姐妹 整个的信仰一开始 就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第四节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告诉我们说 不如说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黄的 我们的话语 我们的语言 无论想要再怎么准确 只要是出自我们 都不可能是真实的 只能是从神来的 才可以是真实的 不论我们尝试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和上帝讨论 争取我所要的 我们始终都得回到 神的话语里面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与人不同的是什么 让我们常常觉得 我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不一样 你所想到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诗歌不一样吗 是我们的乐团编制不一样吗 是我们建筑物里面的设备不一样吗 是我们的牧师不一样吗 是我们比别人更有爱心 更有信心 更有远见 更有蓝图吗 是什么使我们不一样呢 保罗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越是想要看见 我们与别人不一样的犹太人 到后头 神本来给他们割礼 作为一个恩典的记号 他们竟然紧紧抓住这个记号 以为这就是全部了 弟兄姐妹 有一件事情要使我们全部都一样 有一件事情要使 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 有一件事情要使 希腊人跟犹太人都一样 什么事情 是神的话 神要把祂的话赐给我们 神的话就超越了宗派 神的话就超越了恩赐的差异 上帝要把祂的话赏赐在我们当中 当十界的颁布 目的不是要让以色列百姓向人高举 我们有摩西在西南山上所领受的十界 十界的目的不是让他们独乐乐 十界的目的是要他们活出来 而且要在旷野 在迦南地 在列祖万邦当中活出来 活出神的真理 活出神所喜悦的伦理生活 并因此影响更多的人 进到神所喜悦的生活里 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一开始 你希望听见什么样的声音 在今天的一开始 我们希望听见什么样的声音 上帝要提醒我们 用祂的声音向我们说话 上帝要保守一些事情的 但是你知道上帝要保守什么事吗 上帝要保守的不是我们的梦想 上帝要保守的也不是我们向神的计划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一些保守的工作 但那个保守的工作 在耶利米苏一开始的时候 神就对耶利米苏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神给耶利米看见了一个意象 信述之的意象 然后要耶利米看清楚 上帝很清楚的就提醒耶利米苏 你要留意 我要保守我的话 使他成就 上帝自己非常清楚 在耶利米苏第一章十二节 对耶利米提醒 我要保守我的话 使他成就 神要保守的是祂的话 不是我们的梦想 神要保守的也不是我们的计划 也不是教会的蓝图 神要保守的是祂自己的话 因为祂的话 说有光就有光 弟兄姐妹在今天 神要用祂的光光照我们的生命 我们求上帝对付我们已经有的恩赐 求上帝修剪这个恩赐 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 祂所预备这个恩赐的目的 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 这个恩赐神所预定的美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许多不同的恩赐 求你帮助我修剪我的生命 让我的生命能够配得你所赐下的恩典 主啊不是我能够垄断 不是我能够独断 主啊这个恩赐若不是放在你的国里头 这个恩赐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恩赐是骄傲的基础 这个恩赐是使人跌倒 主啊若不是从你而来的 这些恩赐是人欲望的主色 跟你帮助你的福人能够明白 谢谢主啊 主啊是的 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 唯有主的话永远长存 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渴望成为那真实温柔的人 好叫在承受你给我们的地图上面 我们可以实践出给予的功课 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知道 我们能得到这一份恩典与恩赐 是为了要给予 是为了要将神你的话 将神你的信实 将神你的福音传扬出去 主啊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实在不小心就会骄傲 我们会不小心地认为自己所拥有一切 我们甚好 但是求主怜悯我们 也时常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真知道我们得到的是 为了付出出去的 主要帮助我们成为那一个 得来就出去 得到就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那一个人 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 是为了要使我们有能力去 使外面做你的门徒 主啊求主使我们可以兼顾我们这样的一颗心智 时时谦卑在你面前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是每天 每天每时每刻都能在你面前刻骨即兴 主啊帮助我们真实得见这一份真理 并且实践出爱的动力 来实践神你福音信仰的力量 谢谢你 兄弟姐妹我们都说上帝爱我 上帝爱我 你知道上帝怎么爱你吗 在今天 你知道上帝怎么爱我们在每一天吗 神向我们说话 祂向我们说话 这就是祂的爱 祂把祂的爱天天向我们诉说 就在今天 要开始我们一天神的恩典 好不好我们跟神祷告 主啊我求祢把祢的话放在我的心里 今天让我听见祢爱的声音 听见祢爱的提醒 圣灵上帝要把祂的话 不断不断地光照 照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今天我们为神的话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谢谢祢 祢爱我 祢对我说话 祢爱我 所以祢用祢的话修剪我 祢爱我 所以祢用祢的话光照我 求祢给我能听的耳朵 求祢给我顺服的耳朵 让我能够听见祢话 让我能够活在祢话语的耳朵中 谢谢祢 谢谢祢对我说话 就在今天 愿祢继续地对我的生命说话 引导我 光照我 帮助我 主啊是的在这个早晨 主啊不管我们生在何处 主啊我们即将要开始 一天的开始 帮助我们 愿祢的话语就成为我们一个开始 愿祢的话语就帮助我们 好像加油一样 在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需要祢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 主啊让我们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凭着血气 那是凭着神祢的话语 教给我们的启示跟智慧 来去面对每一个事情 主啊我们向祢祷告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 接受祢的话语 主啊哪怕是一句经文 还是一段的经文 主我们都相信 这个话语就是神祢赐给我们 在今天要帮助我们的 是的主 也打开我们的耳朵 请听祢的声音 愿祢的话语从我们的耳朵里面进入 愿祢的话语从我们心里面来进入 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一整天的时候 祢的话语时常的充满我们 不是只有造成 而是主这一整天的当中 我们都愿意进入祢的话语的里面 我们都愿意来领受祢的话语 成为我们一整天的帮助 谢谢主我们满心的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弟兄姐妹上帝把他的话放进来 上帝也要我们分享他的话 就在今天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勇气 不论我今天要遇到谁 好不好我们跟他分享神的话 可能是你的客户 可能是你的同事 可能是你的家人 但你不知道怎么说 你为他写一张卡片 把神的话祝福给他 好不好我们今天为了一个伙伴 你为他祷告 今天你要遇到的一个人 你要跟他分享神的话 愿神给你有勇气 给你有智慧 我们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来祷告 主谢谢你 你的话大有能力 你的话满有恩高 你的话要复习我的生命 你的话要使我熟悟有亮光 主要我在今天我的弟兄姐妹 就要将你的话分享出来 就要将你的话实现出来 我求你让我们有力量 有信心有害惯 我们知道有勇气把你的话 想出来就在今天 跟我的同事跟我的家人分享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 主我们真知道你今天有话语要给我 主啊这样子的话 不单单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不单单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动力 主啊我更要宣告说 当我把你的话语宣达出去的时候 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主啊让我们真是今天能够把握机会 主啊我向你说求你赐我勇气 当我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来临的时候 让我能够不迟疑地把你的话说出去 主啊我也在灵里面宣告 这样子的一个宣告 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 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 就是一个种在别人心田里面 在他心田里面发芽茁壮的一个恩典 谢谢主我赞美你 主啊谢谢你 你的话不只是我蒙福 要是整个世代蒙福 愿你使我的生命 我弟兄姐妹的生命 能够活出你话语的恩典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依然顺服圣地话语 交往撒在随身之处 一看他尽于为你成就 等等伟大的事物 依然顺服圣地话语 交往撒在星星之处 幸好主耶稣在他开始都能 依然顺服圣地话语 将往撒在随身之处 一看他今日为你成就 和能伟大的事物 依然顺服圣地话语 交往撒在星星之处 幸好主耶稣在他开始都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